男孩将晴天娃娃倒挂在教室门前 父亲在新闻里听见近期会下雨的预告 忍不住就展开了笑颜 我想没有人能比这对父子更期待一计 你记忆里那闷热潮湿的集结 对着父子的而言却是内心最大的叛怒 尽管是这般匪夷所思的约定 但阿乔对此却深信不疑 一年前阿乔的妻子阿花去世 只留下阿乔一人独自照料年幼的儿子佑斯 阿乔这人就是个操汉子 有些愣头愣脑的 做事也谈不上细致 总是毛手毛脚 导致佑斯每日的早餐都只能吃烤焦的面包 小小年纪就得独自上下学 不仅如此 出门前还得嘱咐作为父亲的阿乔 千万不要迟到 由于厨艺实在有限 佑斯在家的每一顿基本都是能吃旧性 尽管生活过得有些糟糕 但懂事的佑斯从未埋怨过父亲 倒是阿乔深知自己做得不好 时不时有些内疚 好在父子俩日盼夜盼终于盼来了余迹 这天阿乔带着佑斯 来到了曾经和阿花的秘密基地 佑斯在一堆杂乱的物件中翻找着 他在找原来跟阿花一通藏起来的秘密 阿乔连忙回头 只见一个衣着单薄面容秀丽的女子 正靠在门钉上 尽管很难相信 但阿花确实是回来了 只不过这个阿花似乎失忆了 眼前的阿乔与佑斯对她来说 显然都极为陌生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紧急着 阿乔加阿花带回了家中 好在家中最不缺的就是合照 有了合照的证明 阿花也算对眼前的父子俩 稍微信服了一些 为了保证阿花的安全 阿乔交代佑斯 千万别把她回来的事情说出去 而且阿花似乎忘记了一切 连自己死过一次的事情都忘记 但对于好不容易回归的母亲 完全不记得自己这件事 佑斯显然有点小失望 然而尽管不记得 但阿花依旧觉得 这父子俩说不出的可爱和温暖 第二天一早 阿花一睁开眼 便是极为温馨的一幕 小小的佑斯依偎在她的身边 而阿乔则承担着守护妻儿的重力 坐在门边就睡了过去 有了阿花的日子 阿乔和佑斯的生活 也总算不那么糟糕了 阿花为他们准备早饭 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一时间 佑斯和阿乔的生活 都瞬间燃起了新的希望 虽然阿花不记得 但她能真切地感受到 她是这个家中的一分子 慢慢的 阿花越发想融入这个家庭 为了恢复记忆 她要求阿乔能将他们 如何相识相知相恋的故事 告知自己 去世的妻子死而复生 出现在一个语剂 这是何其有幸 能体验一波 视而复得的快乐 望着阿花充满好奇的眼睛 阿乔将他俩的故事 一点点地复盘而出 实际上他们相识于学生时代 那时候的阿花 是品学兼优的高冷学霸 而阿乔则是坐在 他身旁的怪咖学章 早在做临坐的时候 阿乔便开始暗恋 这个冰山美人 可那时的阿花 似乎对恋爱这种事情 丝毫不感兴趣 两人的交际也是少之又少 后来阿花考上了东京大学 而阿乔一体育生 被当地的大学录取 毕业之际 阿花将自己的同学录 递给了阿乔 为了能确保毕业后 还能有所联络 心机的阿乔 特地将自己的笔 塞进了同学录 渴望促成今后 与阿花见面的切记 那年暑假 听说阿花回到了故乡 阿乔借此机会 急忙谎称 自己一望在阿花那的笔 非常珍贵 想要与阿花再次见面 这次阿乔也算是 不争馒头争口气了 不但约着阿花喝了杯咖啡 还送他前往了地铁站 那也为凉 阿花觉得有些了 而大臣的阿乔 也终于开巧 让阿花将手塞进了 自己的口袋 狭小的空间里 两只有些局促的手 相互交错着 恋爱便由此开始了 故事听到这里 阿花又忍不住 将自己的手 伸进了阿乔的口袋 她似乎再一次 被眼前折了 有些憨又很真诚的 男人所吸引 接下来的日子 三人的小家 相处得非常和谐 果然只要是对的人 尽管错过 尽管一望 都还是兜兜转转地 回到身边 但美好的日子 过得飞快 为了能让阿花 留下的时间久一点 又斯每天都会在家门口 倒挂一个晴天娃娃 如此一来 晴天娃娃变成了雨天娃娃 这天工作过度的阿乔 晕倒在了咱门口 吓得又斯和阿花 连忙将她抬回了家中 此刻的阿花 已经完全爱上了阿乔 他默默地躺在她的身边 继续学问他们曾经的故事 其实这两人起初的爱情 倒也有些坎坷 自打第一次约会以后 第二次约会 基本就是遥遥无期 作为体育生的阿乔身体 突然出现了状况 被告知可能永远也无法跑步了 于是阿乔退学了 身体的异样让她的未来 突然蒙上了厚厚的沉淚 阿乔意识到自己 可能不能给阿花带来幸福 所以她狠下心来 跟阿花提出了分手 但阿花这姑娘是真不错 尽管未来可能万分坎坷 阿花还是主动找到了阿乔 在一片开满向日葵的原野里 阿花再度选择了阿乔 她坚定的选择 也让阿乔有了勇气 原本的阴霾似乎也消失殆尽 听到这些事情 阿花不免有些动容 没想到她还曾有过这么一段恋爱呢 这天趁着阿乔和佑斯不在 阿花翻起了自己曾经的日记 看着看着 阿花才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美好的一切 都是即将消失的泡影 原来在好早之前 她就已经去世了 看见已经去世的阿花 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女同事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咋大白天的还闹鬼呢 然而等她冷静下来 阿花才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她知道女同事喜欢阿乔 所以希望在她走后 女同事能代替自己好好照顾阿乔和佑斯 交代好主妇以后 阿花又来到了一家蛋糕店 为佑斯买了蛋糕 不仅如此 她还向店家预约了整整12年份的生日蛋糕 在佑斯成年之前 她每年都能收到阿花预定的蛋糕 这是作为一位母亲对儿子最后的偏爱 除了这些细节以外 意识到自己随时都可能会消失的阿花 想到平日里毛手毛脚的阿乔 决定教会佑斯繁杂的家务该如何完成 毕竟阿乔病了 可能身体会一日不如一日 但佑斯年纪虽小 却在一天天地成长 再加上她的宝贝儿子确实聪明 没教几遍 佑斯就完成得很好了 似乎大家都心知肚明 距离阿花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因此三个人都有为珍惜现在在一起的日子 直到这天 连绵不断的雨季突然停止 天空也突然放晴 在学校上课的佑斯 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联王从学校飞奔回了家里 好在此刻阿花还没有消失不见 佑斯紧紧地抱住妈妈 但是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 阿花牵着佑斯的手 再度来到了属于他们一家的秘密基地 而此刻的阿乔 也在发了风势地赶来 本不能再奔跑的他 此刻正狂奔而来 说来也奇怪 这次的他竟然没有倒下 大概是爱情的力量 让他变得尤为强大 最终紧赶慢赶 阿乔还是在阿花消失之前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望着眼前自责到气不成声的男女 阿花也是说不出的心疼 他多想能一直留在他的身边 但该消失的总归会消失 最终阿花再度将自己的手 放进了阿乔的口袋 正如同他们第一次约会一般 就这样慢慢的 阿花消失了 这段包含遗憾的爱情 也终于画下了一个不算完美 却也谈得上完整的句号 实际上并不是阿乔先爱上的阿花 是阿花先盯上的阿乔 就连学生时代坐在一起的巧合 都是阿乔的友谊为之 毕业当天 阿花更是鼓足勇气 找到阿乔写下的毕业流言 而那只故意遗留下的笔 其实也是阿花的故意为之 一切的一切看似不经意 却都是阿花的友谊为之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巧合 只不过是有人在偷偷爱你罢了 包括雨季突然出现的阿花 实际上是20岁的异常意外 让她突然出现在了9年后的阿乔身旁 这突如其来的奇妙经历 已经让阿花洞悉了未来 知道自己将在28岁那年 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即使这样 再给她一次选择的机会 她还是会选择来到阿乔身边 因为深爱 她义无反顾的 让这段爱情继续顺的轨迹前行 爱情是什么 大抵就是奋不顾身的坚定选择 那年的雨季 我借着雨点说爱你